恶福所书 第一章 因天主的旨意,做耶稣基督宗徒的保路,致书给那些在恶福所的圣徒和信仰基督耶稣的人。 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 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赞美,他在天上,在基督内,以各种属神的祝福,祝福了我们。 因为,他于创世以前,在基督内,已拣选了我们。 为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又由于爱,按照自己旨意的决定,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获得了义子的名分。 而归于他,为送养他恩宠的光荣,这恩宠是他在自己的爱子内,赐予我们的。 我们就是全准天主丰厚的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 的确,天主丰厚的恩宠,把这恩宠倾注在我们身上,赐予我们各种智慧和明达,为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全兆他在爱子内所定的计划。 就是依照他的措施,当时期一满,就是天上和地上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 我们也是在基督内得作天主的产业。 因为我们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计划,施行万事者。 早预计划,为使我们这些首先在墨西亚内怀着希望的人,颂扬他的光荣。 在基督内,在基督内,你们一听到了真理的话,及你们得救的福音,便信从了。 且在他内受了恩许圣神的印证,这圣神就是我们得四业的保证。 为使天主所制为四业的子民,蒙受完全的救赎,为颂扬他的光荣。 因此,我一听见你们对主耶稣的信德和对众圣徒的爱德,便不断为你们感谢天主。 在我的祈祷,为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及那光荣的父,把智慧和启示的神恩赐予你们。 好使你们认识他,并光照你们心灵的眼目,为教你们认清他的宠召,有什么希望。 在圣徒中,他四叶的光荣,是怎样丰厚? 他对我们前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 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 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超乎一切率领者、掌权者、异能者、宰智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 又将万有致于他的脚下,使他在教会内做至上的援手。 这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在一切内充满一切者的圆满。 第二章 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 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跟随这世界的风气,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即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 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 放纵纵肉身的私欲,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且生来就是意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然而赴于慈悲的天主,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 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 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即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词汇,显示给未来的世代。 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借着信德,我们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而是天主的恩惠,不是出于功行,免得有人自夸。 原来,原来我们是他的话工,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 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 所以,你们应该记得你们从前生来本是外邦人,被那些称为受割损的人,割损本是人手在肉身上所行的。 称为未受割损本是人,称为未受割损的人,记得那时你们没有墨西亚,与以色列社团隔绝,对恩许的盟约是局外人。 在这世界上,没有希望,没有天主。 但是,现今,在基督耶稣内,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借着基督的血,成为亲近的了。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他使双方合而为一,他以自己的肉身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就是双方的仇恨。 并废,并废除了由规条命令所组成的法律,为把双方在自己身上造成一个新人,而成就和平。 他以十字架,也以十字架,也以十字架,使双方合成一体,与天主和好。 所以,他来,向你们远离的人,传播了和平的福音。 也向那亲近的人,因为借着他,我们双方在一个圣神内,才得以进到父面前。 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 已被建筑,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却是这建筑物的角石。 靠着他,靠着他,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逐渐扩大,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 并且,靠着他,你们也一同被建筑,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 第三章 因此,我保路为你们外邦人的缘故。 做基督耶稣囚犯的,为你们祈祷,想你们必听说过天主的恩宠。 为了你们赐予我的职份,就是借着启示,使我得知我在上边已大略写过的奥秘。 你们照着读了,便能明白我对基督的奥秘所有的了解。 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中,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有如现在一样,借圣神已启示给他的圣宗徒和先知。 这奥秘,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借着福音在基督耶稣内,与犹太人同为成绩人,同为一身,同为恩许的分享人。 至于我,我依照天主大能的功效,所赐予我的恩宠,做了这福音的仆役。 我原是一切圣徒中最小的,竟蒙受了这恩宠。 得向外邦宣布基督那不可测量的丰富福音,并光照一切人。 使他们明白,从创世以来,即隐藏在创造万有的天主内的奥秘,为使天上的率领者和掌权者,现在借着教会,得知天主的各样智慧。 全是,全是按照他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内,所实现的永远计划。 所以,只有在基督耶稣内,我们才可借着对他所怀的信德,放心大胆地怀着一世之心,进到天主面前。 为此,为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苦难而沮丧。 我的苦难原是你们的光荣。 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 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得名,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兼顾你们内在的人。 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心中,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 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宽,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 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 愿光荣归于天主,他能照他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德能,成就一切,远超我们所求所想的。 愿他在教会内,并在基督耶稣内,获享光荣。 至于万世万代。 阿门 第四章 所以,我这在主内,为求犯地恳求你们,行动勿要与你们所受的宠召相称。 凡事要谦逊,温和,忍耐。 在爱德中彼此担待,尽力以和平的联系,保持心神的合一。 因为只有一个身体和一个圣神,正如你们蒙照同有一个希望一样。 只有一个主,一个信德,一个洗礼。 只有一个天主和众人之父。 他超越众人,贯通众人,且在众人之内。 但我们个人所领受的恩宠,却是按照基督赐恩的尺度。 为此,经上说,他带领俘虏升上高天,且把恩惠赐予人。 说他上升了,岂不是说他曾下降到地下吗? 那下降的,正是上升超乎诸天之上,已充满万有的那一位。 就是他赐予这些人做宗徒,那些人做先知。 有的做传福音者,有的做私募和教师,为成全圣徒使之各尽其职。 为建树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成为成年人。 达到基督圆满年龙的程度,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为各种教义之风所飘荡,所卷去,而中了人的阴谋,陷于引入荒谬的诡计。 反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在各方面长进,而归于那位元首的基督。 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净,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照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 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德中将他建立起来。 为此我说,且在主内苦劝你们,生活不要像外邦人,顺随自己的虚妄思念而生活。 他们的理智受了,因着他们的无知和固执,与天主的生命隔绝了。 这样的人既已麻木,便纵情自愈,贪行各种不解。 但你们却不是这样学了基督,如果你们真听过他,按照在耶稣内的真理,在他内受过教, 就该脱去你们照从前生活的旧人,就是因顺从享乐的欲念而败坏的旧人,应在心思念律上改换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 具有真实的正义和圣善的心人。 为此,你们应该解决谎言,彼此应该说实话,因为我们彼此都是一身的肢体。 你们纵然动怒,但是不可犯罪,不可让太阳在你们寒怒时奚落,也不可给魔鬼留有余地。 那以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却更要劳苦,亲手赚取正当的利润,好能周济贫乏的人。 一切坏话都不可出于你们的口。 但看事情的需要,说造就人的话,叫听众获得益处。 你们不要叫天主的圣神忧郁。 因为你们是在他内受了印证,以待得救的日子。 一切毒辣,怨恨,愤怒,争吵,毁谤,以及一切邪恶,都要从你们中除掉。 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宽恕,如同天主在基督内宽恕了你们一样。 第五章 所以,你们应该效法天主,如同蒙宠爱的儿女一样,又应该在爱德中生活。 就如基督爱了我们,且为我们把自己交出,献于天主作为新乡的贡物和祭品。 至于邪添,一切不结和贪婪之事,在你们中间连提也不要提,如此才合乎圣徒的身份。 同样,猥云,放荡和轻薄的戏言都不相宜。 反要说感恩的话,因为你们应该清楚知道,不论是犯邪淫的,行不洁的,或是贪婪的,即崇拜偶像的, 在基督和天主的国内都不得承受产业。 不要让任何人以服言欺骗你们,因为就是为了这些事,天主的愤怒才降在这些悖逆之子身上。 所以,你们不要做这些人的同伴。 从前,你们原是黑暗,但现在,你们在主内却是光明。 生活自然要像光明之子一样,光明所结的果实,就是各种良善、正义和诚实。 你们要体察什么是主所喜悦的,不要参与黑暗无益的作为。 凡要加以指摘,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事,就是连提起也是可耻的。 凡一切事,一经指摘,便由光显露出来,因为凡显露出来的,就成了光明。 为此说,你这睡眠的,行起来吧,从死者中起来吧,基督必要光照你。 所以,你们应细心观察自己怎样生活,不要像无知的人,却要像明智的人,应把握时机,因为这些时日是邪恶的。 因此,不要做糊塗人,但要晓得什么是主的旨意,也不要醉酒,醉酒使人淫乱。 却要充满圣神,以圣勇,诗词及属神的歌曲,互相对谈。 在你们心中,在你们心中歌诵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实时感谢天主赴。 又要怀着敬美主,又要怀着敬畏基督的心,互相顺从。 你们做妻子的,应当服从自己的丈夫,如同服从主一样。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她又是这身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服从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怎样服从基督,做妻子的,也应怎样适事,服从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应该爱妻子,如同基督爱了教会。 并为她,并为她舍弃了自己,以水洗,借言语,来洁净她,圣化她,好使她在自己面前,呈现为一个光耀的教会。 没有瑕疑,没有瑕疑,没有瑕疑,或其他类似的缺陷,而使她成为圣洁和没有污点的。 做丈夫的,也应当如此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一样。 那爱自己妻子的,就是爱自己,因为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肉身,反而培养,抚育她,一如基督之对教会。 因为我们都是她身体,为此人应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 这奥秘,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 总之,你们每人应当各爱自己的妻子,就如爱自己一样。 至于妻子,应该敬重自己的丈夫。 第六章 你们做子女的,要在主内听从你们的父母,因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孝敬你的父亲和母亲,这是父有恩许的第一条诫命。 为时你得到幸福,并在地上延年益寿。 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 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 你们做奴仆的,要战战兢兢,以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如同听从基督一样,不要只在人眼前服侍,好像单讨人的喜欢,而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天主的旨意。 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而非服侍人。 因为你们,因为你们知道,因为你们知道,每一个人或为奴的,或自主的。 不论行了什么善事,都要按他所行的,领取主的赏报。 至于你们,至于你们做主人的,要同样对待奴仆。 借用恐吓,因为你们知道,他们和你们在天上同有一个主,而且他是不看情面的。 此外,你们务要在主内,借他的能力做坚强的人,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装,为能抵抗魔鬼的阴谋。 因为我们战斗不是对抗血和肉,而是对抗率领者,对抗掌权者,对抗这黑暗世界的霸主,对抗天界里邪恶的鬼神。 为此,为此,你们应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装,为使你们在邪恶的日子,能够抵得住,并在获得全胜之后,仍屹立不动。 所以,要站稳,用真理做带,竖起你们的腰,穿上正义做甲,以和平的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 此外,还要拿起信德做盾牌,使你们能以此扑灭恶者的一切火箭,并带上救恩当亏,拿起圣神做利剑。 即天主的话,时时靠着圣神,以各种祈求和哀悼祈祷,且要醒悟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 使我在开口的时候,赐我能说相称的话,能放心大胆地传扬福音的奥秘。 为这福音,我竟做了带锁链的使者,使我能放心大胆,照我应该宣讲的,去宣讲。 今有我可爱的弟兄,且忠于主的服务者,提西科,给你们报告一切,好使你们知道我的事,和我现在做什么。 我特意打发他,为叫你们知道我们的情形,并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爱德和信德,由天主父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众弟兄。 愿恩宠与那些以永恒不变的爱,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人同在。